大家好,我是Marco,欢迎来到体育那些事 今天我们来分析一下贾斯汀比伯的篮球水平 18岁之前,他是一个奇迹,是一个流行符号 他的单曲Baby,视频点击量名列全球第一 推特粉丝超过了Lady Gaga 他在《时代周刊》100名最具影响力人物中排名第39 甚至超过了奥巴马 没想到的是,成年之后的比伯彻底放飞了自我 打架,涉嫌藏毒,花样繁多的治安事件 几乎全部发生在他的身上 随即他的形象一路急转之下 甚至全美一致认为他是不分性别、种族、政党 全民厌恶的乐团明星 如果你在游观里搜索他的名字 很多视频下面就有世界各国语言大师嘲讽他的段子 然而,不管他的形象如何 对待篮球,他一直保持着近乎痴迷的热爱 今天我们就来一起分析下他的篮球技巧 也欢迎大家在评论区里和我分享你的看法 我们先来看看夹着近比伯的精彩五家球 再来进行分析 你会知道, right? 你会知道, right? 运球是贾斯森比伯的优点之一 运球是贾斯森比伯的优点之一 他的运球水平在明星里算是相当优秀的了 根据Marco的观察,他的运球姿势相当程度借鉴了知名技球手Professor的技巧 习惯不停地运用节奏,不同的胯下运球,晃动防守球员 全明星名人赛上标准的crossover 算是他运球水平的最高光时刻之一了 当然,站在一个更专业的角度 他在降低重心的时候 有时会像龙虾一样攻腰投背 还有很大的进步空间 仅仅从线上视频的角度来说 贾斯森比伯的投篮看上去还是挺准的 但投篮姿势还是有点别扭 这倒不是因为他是个左手球员 主要是他的投篮姿势很像菜鸟时期的球哥 手指内拳角度巨大 甚至出手点比球哥更要低 在强对抗的比赛中 这个姿势简直草点满满 不过在业余比赛中来看 比伯的投篮射程足够远 并且足够准 贾斯森比伯的传球士也不错 在全明星名人赛上送出过多次妙传 不过一旦进入单挑模式 他的双眼就会紧紧盯入对面防守球员的角 和自己的球 传球视野为零 比伯最核心的优势还得是他的超能力 仔细观察 他主动上升到社交网络的那些视频 每一个防守他的朋友都显得非常温柔 尤其是那个被狂飞的朋友 还没来得及关心自己的脚踝 就向比伯投去了充满爱意的目光 球场之外的贾斯森比伯 关于篮球的画面故事也非常有趣 这里我们就给大家分享五条 有关他的篮球小故事 1.篮球圈子的社交达人 虽然比伯在成年后的名声不咋地 但是跟一些NBA球星的私交还是很不错的 他经常和保罗 KD等人一起打球 2013年 一段保罗和比伯单挑的视频在网上流传 视频中 比伯胯下运球变相 十分娴熟 但是面对保罗的防守 比伯就显得有点可爱了 2.差点称为老板的比伯 贾斯森比伯也是个全体爱好者 他跟拳王梅维瑟关系不错 也亲自见证了后者 成功保持46场不败的记录 拳王在接受访问时自爆 他有意跟NBA名宿 魔术师约翰逊 以及比伯 合资构下洛杉矶快船队 如果事成的话 年仅20岁的比伯 可能会成为NBA史上最年轻的老板 3.有没有被格里芬揍过 有原言盛传 NBA球星布雷克·戈里芬 在一家星巴克里 奏了贾斯森比伯 虽然被证实这是个假消息 但是这位篮球巨人 并不是不乐意孝劳 当流行歌星贾斯森比伯 和NBA球星布雷克·戈里芬 对战时 这就不会是一场公平的对决 毕竟 这位篮球运动员的体测身高 足足有2米08 而比伯只有1米75 从3月开始 网上就有原言流传 说是这位NBA的巨人 做了那位年轻的流行歌手 该在推特上声称 比伯侮辱了一家星巴克的女服务员 正好在场的格里芬 请她吃了一记耳光 这种说法不久就被证明是假的 尽管如此 在一次音乐杂志滚石 对格里芬的采访中 那个加拿大人 还是收到了来自NBA举行的警告 4.被球场观众厌恶 在场上当球员比较卖力的比伯 在场边当观众时 却有点招人恨 2013年 贾斯森比伯前往现场 观看迈阿密热火的一场比赛 与一位女性友人坐在前排的她 竟然还带着一位身高马大的保镖 这位保镖如同铁塔一般 处在比伯的身后 这大大影响了周围观众的看球体验 为了看清楚球赛 人们不得不纷纷站起来 并且向JB出起了终止 5.真正的全明星MVP 贾斯森比伯在2011年 于斯泰布斯中心举办的 NBA全明星零日赛中 当选MVP 这可能是比伯篮球生涯中最高峰的时刻 他表示成为MVP真的太爽了 并且强调 那场比赛的教练 可是大名鼎鼎的魔术师约翰逊 总的来说 贾斯森比伯的音乐作品还是很不错的 但是以偶像的角度来说 确实也是相当负面的教材 球技和队篮球等体育运动的热爱 算得上是比伯 人生中为数不多的闪光点之一了 好了 以上就是本期的全部内容了 如果喜欢本期作品 别忘了点个订阅 如果你对其他明星的球技感兴趣的话 欢迎在评论区里或者私信联系我们 这里是体育那些事 我们下期再见